我许四我也很久没有玩过草仓了吧 也不是个国服了 但是 但是 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还有人在骂我 过分了呀天真们 我草贼 不不不不 我草老板到底做错了什么 老家伙今天这一局 一楼实际描写了一首蓝 真是冤家路宅啊 今天我肯定要描写一首草老板耶 不是吧 怎么还有个司法姨 真是到齐了呀 就上了一个蔡文姬了 虽然说蓝没有了蔡文姬 但我草老板还是有姚妹的 但是由一说一啊 这个草贼 这草老板是整个坏的痕啊 人家蔡文姬小朋友这么可爱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呢 虽然草贼不当忍 但我们草老板还是永远的神 这局兑现的是一个花木兰 看见没啊 花木兰看见我直接就跑了 那我们还和他说了吗 直接三个雷霆嘎巴掌和他小剑 就他这位置啊 现在肯定是抢不过我们的 直接和他平A 二技能再封他走位 没有技能了 我们就不要再追他了 利诱和谐 卡一下视野 等待一下技能 技能一号直接上击去好 不得不说啊 这个花木兰啊 是真的太疯了 但是也不看看我是谁 我草老板的手还是非常的长的 只管在塔外面消耗他就行了 对面花木兰没有撞下来 直接叫上我们的男朋友来包他饺子啊 没有四级他敢出来清明线 你怎么干的呀 给我坐下 这些花木兰还是要出个不假鞋的 这样他根本是打不动我们的 中路清完兵线的花木兰 看他走位肯定是会来上路的 都说我草贼比较狗 但是我真的狗啊 我就喜欢蹲早走 一技能起手 直接大招一台深夜不爱 这里伤害还差了一点 先不要闪现上去补伤害了 等他爱情就没有了 直接闪现给我坐下 不是吧 不是吧 我只差你两次去抓上人了 我好怕怕呀 还没有抓牌赶紧跑 但是我草老板真的就是那种 打不过就跑的人吗 鞋子你要记录一话 拦我很多 不是保安 鼻子爆装 直接给我乱砍 拉不然 你在想什么呢 全都给我坐下 我就想说 这就是你